這裡就是位於36樓頂樓的天際無邊泳池 這個好棒 超開揚的景觀 而且它是直望窒窒窒公園 好美味 我想說100%是醃芒果的味道 我試試加上這個丹包和蝦醬 加上這個蝦醬和辣椒粉 很鹹蛋 它是很流沙爛黃包的鹹蛋醬 是呀 Yo,Sardi Club,又是我泰國小園 你好 今天又來到我們小園看鬥團的時間 沒錯,今天我們來到粒跑區 Hello 說到粒跑區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我知道一個地方的話 大家一定知道它在哪裡 哪裡 直到直weekend market 那粒跑區除了直到直market之外 它的生活機能非常完善 除了大陸東西,什麼超市 兩大超市,什麼Big C 露德 然後醫院、學校之外 它全部什麼都有 我們今天來看這個樓盤 就叫做The Crest Park Residence 它是由泰國SASS 和日本的開發商 聯合作的一個住宅樓盤 我個人認為這個樓盤最大最大的賣點 一定是它的地點很方便 因為它現在一出去,我們對著這個就是BTS 我想真的兩分鐘就到了 它這個BTS線是綠色的直market線 是超級方便,可以直達小眼 然後另外一邊旁邊就是MRT站 除此之外附近還有板書火車站 是現在火車站的書樓 也是未來的高鐵站 然後這個屋苑 這條路上就是我們最近最新介紹過 今年新開的兩個夜市 一個是Jock Fair 2.0 一個是城堡夜市 另外一個是Green Vintage 我們剛剛上了片的 最重要最重要 這裡有曼谷第一間的Central Department Store 第一間嗎? 對,聖湯特朴是第一間的 即是比Central World還要數嗎? Central World很新的 OK 除了聖湯特朴,還有我近期最愛的Union Mall 我真的很喜歡去那裡購物 太愛話了,如果想看的話在下面留言 好,別說那麼多 我已經急不及到要參觀的樓盤了 各位團友,我們快點出發吧 Let's go 這裡的設計是V型的設計 然後開門的話 是完全不會看到對面又和你一起開門 因為這裡是單排設計 那麼Central就會高一點 挺特別的,第一次見 Hi 歡迎來到我的新屋 進去看看 我們第一個看的單位 就是41平方米的一房單位 一進來,這個地區 就是一個小小的廚房地區 就是這個煮飯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現在我們在看這個雖然是示範單位 但是它這個上下的兩排廚櫃 還有煮食爐、焗爐、抽油煙機 都是有包起來的 還有這個是有一個可以拉下來的碗碟架 哇,適合你這些小人族 什麼啊? 突然間有攻擊我新高啊 很專心在介紹的時候 不是不是不是,我也少 我也是 除了廚房這邊之外 這邊也有一些附贈的產品 就是這個雪櫃 雙層的 一個隱藏式雪櫃也不錯 有一件東西沒有包在裡面的 就是洗衣機 洗衣機需要自己買 但是它就預料了這個位置 它就給你放洗衣機 因為那些去水位啊那些 如果不洗衣的人呢 可以拿來做雜物櫃 怎樣可以不洗衣的人 那些人拿去洗衣的嘛 哦 貧窮有限制 你的想像 對不起 而且這裡有個小孩櫃 剛剛說完那些庫椅的東西 是不是 那也不差再說完這裡了 這個電子鎖也是包在裡面 這個家裡的控制 panel 也是包在裡面的 可以教燈啊 關燈啊 鬧鐘啊 這樣子 這個廚房呢 除了廚櫃 買了一些電器包了之外呢 這個門呢 都本來已經包在裡面了 那不錯啊 那煮東西吃的時候 不用油煙飛來飛去 又可以省些冷氣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開或者關了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客廳了 那雖然呢 這個客廳呢 不是說很大 但是因為呢 它樓底有三米高啦 加上呢 外面呢 直到直公園呢 開完的景觀呢 其實呢 那個感覺不會說很侷促的 加上這個落地的玻璃窗呢 都很光亮啊 是啊 這裡呢 這裡呢 就有一個小小的露台啦 真的小小而已 純粹是讓你出去休息一下 看看風景 這裡呢 這裡呢 就是一個房間啦 那呢 就三邊落床啦 有一個大的落地窗啦 一個無敵的公園景啦 很開揚的 很漂亮的 我覺得呢 這張床呢 起來很棒啊 一起來就看到 這個無敵大公園景 而且呢 它這裡做得很好啊 它呢 雖然呢 它旁邊是露台嘛 但是這裡呢 它做了一個透視 它這個角落位呢 變成你看到的景是大了很多 開揚了很多 對呀 很棒啊 這裡的賣點呢 就是一個開揚的公園景 但是應該不是每個單位都有 對啦 因為我剛才沒說到是V型的 那我們這一排呢 就是公園景 然後另外V字的另外一邊呢 就是望出去就是City View 所以呢 公園景這邊呢 都是貴點 剛才白了 然後呢 衣櫃的旁邊呢 就是呢 進到這個廁所的位置了 廁所是 正常的廁所啦 就是有個棋缸在這裡 然後旁邊有個座廁在這裡 有一點點酒店感覺啦 但是 就是正常的廁所啦 沒什麼特別 剛剛看完41平方米的單位 我們現在來到31平方米的單位 來 請盡 而這個單位呢 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啦 一進來呢 就是直接是一個 一條過的廚房啦 然後去過示範單位 就弄到這裡成為一個小飯廳 就是這樣啦 再過一點就是客廳的位置 那跟剛才的單位有一點點不同呢 就是呢 因為它的廁所呢 就是一進來門後呢 轉左就是廁所位啦 就不是在房裡面過去啦 那這裡呢 就是它的房間呢 和客廳呢 就是一體的設計啦 那你需要的時候呢 就可以拉這個 拖門啦 不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打開啦 這樣增強這個空間 這樣 因為畢竟這個是一個小單位嘛 雖然這個單位呢 真的 有點細 不過呢 不會有那種 很局促 很擠的感覺 我覺得 都是歸功於這個 三米高的樓底 而剛才我們剛剛看那個 四十一平方米的單位呢 是望公園景的嘛 那因為我們這一邊的單位呢 就是望City View 不過City View呢 真的是讚疊 沒有 公園view那邊那麼好 那麼開陽那麼正 參觀完示範單位 怎麼可以少得這裡的 Facilities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這裡的設施 Go 好 那麼我們由Lobby 呢 上到這裡呢 就是一個co-working space 那麼外面呢 一個open area 那就不用預訂的 那麼可以 下來這裡 有位就可以在這裡做事啦 那麼呢 但是呢 裡面這裡呢 這幾間meeting room 就需要預訂了 這個area很搞笑的 它是dressing room 你可以自己找髮型師 或者你叫他請髮型師過來 幫你整頭髮和剪頭髮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自己過來在這裡化妝 或者換衣服 這裡還有更衣間 好神奇啊 為什麼我需要這個地方 不是 別人是去播去一些很隆重的地方 不是你家裡的小 哦 是呀 請別人過來設施 是不是 不是呀 你這些貧窮限制你了你的想像 對不起 我還是回去照鏡 這個地方呢 他們叫Mitchin Lounge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私人會所 因為呢 大家可以在這裡開派對 因為這裡有個廚房 有雪櫃 又有焗爐的東西 還有一張超長的餐桌 如果你請朋友過來住condu 未必地方有點小的嘛 但你請朋友過來 就可以預訂這個地方來開私人派對 這裡除了室內之外 還有室外 室外外呢 剛才看到BBQ爐 棒 不錯 只要預訂了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開一個十幾二十天的派對 都沒有問題 唯一一個小問題 沒有電視沒有音響 聽我唱歌吧 沒事吧 哈哈 這裡就是位於36樓頂樓的天際無邊泳池 哇 挺棒的 這個 超開洋的景觀 還有它是直望窒道窒公園 是啊 景觀開洋的樓 我們都見得不少了 在萬高 但對著公園 還有一個無邊際的泳池 就真的挺心抗神異的 是啊 不錯 除了那邊的天際泳池 令到另外一邊 就是小朋友的泳池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裡有兩個spa room 一個是單人的 一個是雙人的 那你自己呢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你可以在Consiex那邊 叫他們幫你安排按摩師 那他們就會上來幫你按摩 或者你自己都可以找自己相熟的按摩師 過來做按摩都可以的 這麼棒 回所裡面連按摩也有啊 神經病啊 還有你想想 你在旁邊買完東西之後 shoryping 或者你上班很累之後 回來這裡 打個電話叫去找人幫你按摩 就可以直接上樓回家了 超方便 又不需要按摩之後 有時候你的臉腫腫很醜樣 不需要怕被人看見自己這麼醜陋的一面 這裏就是他的fitness area 那他呢 除了那裏有class exercise room之外 這裏就有分cardio區 還有分weight training區 他分開了幾個區 所以這裏空間感是十足 完全一點都不會覺得很局促那些 好像健身房那種感覺 還有我看到他的健身儀器都是有牌子的 是呀 Techno Gym 也很厲害 很漂亮 是呀 做完運動還可以到隔壁桑那房 烤一下桑那 OK的 如果你住在這裡的話 就可以瘦得很快 每天起床就過來做健身 然後去桑那 然後就在下面工作室工作 但是也可以肥得很快 就是每天去逛夜市 去商場探個冷氣 然後回來再打個骨 不准 看完樓了 做個總結 我們剛才看了兩個示範單位 一個31平方米 一個41平方米 其實這裏都有大單位 就是兩房的70多平方米 但是因為沒有示範單位 所以我們看不到 我們看了兩個很神奇 雖然他們真的有點小 但是我覺得最神奇的話 一些局促的感覺都沒有 相反而我們還會覺得很開揚 不會說很局促 很辛苦 很有壓迫感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是樓底高 還有景觀夠開揚 當然 Partview那邊不用說 很棒 很開揚 夠光明 City View那邊 雖然真的比不上Partview 因為前面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全部都是小平房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辛苦 不漂亮 然後我很欣賞這裡的Facility Facility 真的很棒 我真的覺得不錯 Fitness我發覺真的一山還有一山高 現在開始經常看樓之後 我發覺真的有不同類型的Fitness 這個Fitness竟然分區處理 十分欣賞 然後它的泳池又不錯 天制 頂樓天制泳池 最棒是看到公園 對 不是看到其他高樓大廈 不是看到別人的辦公室 因為我辦公室現在是看到別人的泳池 有時候我覺得有點尷尬 還有這裡也有幾個特別的Facility 就是Spa Room 還有Mitchin Lounge 但是說到這個樓盤最棒最棒的地方 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一定是說它的地理位置 超級方便 哇 方便到爆 剛才開場的時候說了 它位於拉跑區 然後旁邊兩邊是MRT和BTS 是說不是平常的賈倫琴 它真的很近 因為它官方就說 距離BTS和MRT是80米 當然我覺得沒那麼誇張 我覺得它應該是從地上的80米 你也要走到天橋 但是我Google Maps上看過 其實兩邊站的暴程不多於三分鐘 其實我們剛才在屋苑拍外面的風景 其實你都已經看到樓下是BTS 樓下是MRT 而且旁邊有Union Mall和聖吞拉跑 兩個大型的商場 即是… 如果我住在這裡我真的怕我破產 好 說大家最關心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都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31平方米的單位 就在669萬泰銖起跳 就視乎樓層和不同的景觀 而41平方米的單位 就在918萬起跳 都是視乎樓層和景觀 好 就是這樣 看完樓又開始有點痛 那要鄰近兩個大的商場 一個就是Union Mall 另一個就是聖吞拉跑 那今天我們不買衣服住 明天我們再拍一條影片 去Union Mall買衣服 不等我 它在這邊就是Union Mall 冷靜 冷靜 小冤肚餓了 我們今集先吃東西 我們去旁邊的聖吞拉跑吃東西 Let's go Yo 這麼快我們又來到聖吞拉跑 Yeah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吃點什麼好呢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出了一個IG post 我問大家其實在泰國有沒有吃過After You 而且問大家我們拍不拍After You 因為香港我真的想不到 有誰來泰國是沒有吃過After You 對 因為很反應熱烈 其實很多人吃過大家都想再看 但其實就這樣拍After You 好像很沉悶的嘛 因為都是那些東西 對 所以剛好聖吞拉跑 有另一家泰式冰品店 所以我們現在就拍一個泰式冰品的特集 好了 別多說了 我肚子餓了 快點去吃吧聖吞拉跑 Let's go 哇 好餓啊 超香啊 快點去吃這個多士 好 這個就叫Shibuya Honey Toast 它的雪糕就是原味的Baneda雪糕來的 雪糕加點乳酪 再加上蜜糖多士一口 多士好好吃啊 你看看它很黃這裡 加了大量的牛油 超重牛油味 我覺得應該吃一兩口就很好吃 接著就很柔軟 是的 但是它的多士在外面烤得很香脆 然後裡面超重牛油味 再加上很香甜的蜜糖味 再加上雪糕和乳酪呢 嘩 停不了口 你那是肥仔少年 嘩 那是肥仔少年 嗯 很滿足啊 你很少吃甜品吃得這麼開心 因為雖然肥歪肥 但是它真的很少吃甜品 你幹什麼 好 接下來來到After You 當然要吃冰冰 最有名的冰冰 最有名的就是芒果糯米飯冰冰 芒果糯米飯冰冰 哈哈哈哈 不想理你 這個西里長的冰冰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除了外面的冰是芒果冰之外 裡面是有真芒果和真糯米飯的 沒錯 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超驚訝 竟然吃吃下有糯米飯在裡面 雖然大家都吃過 但是我也要重申 芒果冰 是綿度 你不覺得自己吃冰 它一點冰的沙的質感都沒有 它好像雪糕那樣 有點像 最重要是它的芒果是不酸的 是甜的 吃過這麼多次都是甜的 還有我想說它的糯米 都不是因為在冰下面 雪到硬滑滑的 是啊 都是很軟的 它這裡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覺得芒果味不夠 或者椰漿味不夠 它可以自己添加芒果漿和椰漿 我覺得它的椰漿也很香 很幼滑 它好像芒果奶油的質感 就是不會很水妝 所以難怪它一直深受 各國遊客的歡迎 吃完招牌 我們就吃它現在限定的 青芒果冰冰 如果來到泰國的朋友 在夜市道 你可能會見過一些酸芒果 而那些酸芒果 會點辣椒鹽 還有他們會點魚露蝦醬 對 裡面通常有辣椒 有魚露 還有蝦米 所以這個冰冰 都是要這樣吃的 但是我們這些廢人 先吃完味 不要加辣椒粉和蝦醬 先試完味 哇 好美味 我想說它100%是椰芒果的味道 知道哪種椰芒果嗎 那種黃色的椰芒果的味道 好像 我本人其實不太好椰芒果 所以 沒有 就是有些 但是他就很喜歡吃 所以他應該覺得很好吃 如果喜歡吃椰芒果 就會覺得很新鮮 加上冰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 為什麼可以一模一樣的 而且它的冰 看起來好像粗過 國羅米飯冰一樣 但是它含下去 都是很幼滑的 我來試一下 加上這個串巴 和一起吃 加上這個蝦醬 和這個辣椒粉 很香 真的像在吃椰芒果 在蘸老臉上的粒肉 一般 很有趣 但這個感覺真的很有趣 你有沒有想像吃那個甜甜的冰 它有點旺鹹甜旺 gr 但是不是難吃 即是吉他一種對的口味 對 又還是神還原 這個名字 哇 你乖 這間Chivichiva最出名的就是把泰國傳統的甜品 例如布內和洛桑融合在冰品裡 成為布內椰汁湯圓冰冰和洛桑冰冰 它這個椰汁冰和和花咀一樣是耐有乾坤的 夠了你今天 它裡面有些椰子肉 對 椰子肉 嘗嘗 嘩 很噁心 但椰子肉我略嫌它有點爐 它是比較硬的椰青肉 未去到椰子的 椰青 但是比較厚的椰青肉 有點口感 但我想說它的奶冰 都是幼滑的 吃下去都是不像冰的 都是很綿 入口即化 它這裡的洛桑 都是偏滑的路線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到的蔥是硬一點的 就是煙硬一點 對 嗯 是這個味道 但是它單吃這個斑蘭湯圓 是沒有甜味的 嗯 所以要加一些椰糖 嗯 加上椰糖很香 再加上那個斑蘭湯圓 凍的有凍的有質感 不錯 不過椰汁冰我覺得有點普通 但是這幾樣東西混在一起 是絕對有加分的 除了幸人片 來到泰國呢 吃甜品 真的要必吃彩虹湯圓 但不是間間好吃 試一下這間的彩虹湯圓 加上冰 好不好吃 它的冰底應該跟鹿蔥的冰底一樣 是不是牛奶冰底 我覺得是 嗯 都是偏淡沒什麼味的牛奶冰底 所以它這裡附送了一個蛋黃汁 蛋黃醬和椰汁 因為正常呢 泰國的菠萊 就是那些彩虹湯圓 其實是配甜甜的椰汁 有時候那個湯圓 就可以加蛋 也可以加鹹蛋 對 那這裡就配蛋黃醬 加上菠萊一起吃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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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這個湯圓很香 但是不太配合 我覺得整件事沒有加鹹 而且它的湯圓 不知道是否放在冰上面 還是雪凍過來 有點硬 對 不夠QQ 不夠蛋蛋 還有它的彩虹湯圓 沒有什麼椰汁味 因為彩虹湯圓 一定要是重椰漿味才好吃 所以加多些椰漿 試一下好不好吃 它的椰漿也是香 但是還是不夠 而且它以泰國的甜品來說 它也算沒什麼味 就是泰國的甜品很甜 它不是很甜 所以如果不喜歡甜的人 就可能會很喜歡 總結 總結我覺得這間 有點小失望 對 因為之前其實去細菸 有一間粉店 我也想去試了很久 因為人們說 它可以給你After You 但是我略嫌 有點小失望 就是它的冰 好像沒有什麼記憶點 對 真的很普通 對 除了它真的有融合 這個泰式的傳統甜品之外 我完全找不到它有什麼記憶點 但也不是說難吃的 真的不是說難吃的 只不過它不夠令我難忘 而且不會令我 下次一定要再吃那種衝動 就是我寧願會去一些 傳統的泰國甜品店 去吃那種傳統的甜品 而不是來這裡吃這個冰 但是呢 而After You 我是真的會想有時候 偶爾心思思 就會想去吃一次 對 剛剛這個商場 有了Panchara的冰 另外想給我一個排行榜 第一是After You 第二是Chivichiva 第三是Panchara 因為我覺得Panchara的冰 太吵了 炮冰 因為說冰的幼細程度的話 我會覺得Chivichiva和After You 是不相伯仲的 但是呢 Panchara絕對是炮冰 只不過是炮冰加奶茶醬 而這兩間呢 它本身是用那個味道的冰 去抹出來是抹到勁油或勁麵 好像在吃雪糕 但是口味上呢 我覺得After You 是更成一籌的 因為它也是融合了泰式的傳統的甜品 但是呢 它的味道比較突出一些 還有我覺得 有幾億點和難忘一些 重點就是你那句味道比較突出一些 這間呢 雖然它也是用泰式傳統的甜品去做一個冰 但是它的味道是不突出的 就是它沒有將那樣東西的味道化大 放大了吧 是啊 就好像剛才After You那樣 嘩 那個酸芳果呢 真的呢 酸到呢 真的受不了的 如果你不喜歡吃的話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它 因為它是神還原 因為本身那樣的食物就是這麼重的味道 它就還原出來 即是如果這個綠瘡和這個布內 如果它再濃一點再甜一點的話呢 我就覺得是OK了 就是這樣 今天就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些小丸看樓條原街 有心吃的節目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按下影片的鈴鐺 和下次再看 或者想我們去哪一區看樓 或者想我們去試什麼餐廳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記住我帶你看完全泰國樓 吃完全泰國 玩全泰國的小丸 演泰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是不是拉這邊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拍一個 泰式冰冰的特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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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啊 我來說,其實我個人喜好 我會喜歡吃西多多點,不是西多 如果喜歡吃我們小丸泰國庭的節目 和我們小丸泰國團加唱歌跳舞 不宜唱歌跳舞來表演 少林足球加唱歌跳舞 記住,但你看完全泰國 記住我看一看,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可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丸在泰國的生活 記住CLSS 還有,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拜拜!